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滾珠裸桿的製造加工 那滾珠裸桿是什麼呢 我們從字面上可以看到 滾珠以及螺桿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又有滾珠又有螺桿 當然也有螺帽 那這邊各位畫面上看一下詩翼的動畫 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是透過這個鋼珠的傳遞 螺桿跟螺帽之間 透過這個鋼珠來傳動 所以它是屬於一個 精密的傳動配合 在很多的場合 我們都會看到滾珠螺桿這個零件 像是工具機 或是機械手臂等等的 我們會看到這類的一個零件 所以它這個部分 相對的它的製程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等一下後面就會提到 因為它是有精密的配合 所以很多地方 我們會用到研磨 所以這部分呢 到底它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呢 那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要先找到素材來做加工 那一般螺桿 我們會找一個圓棒的素材 那這個素材呢 可能會接近我們的螺桿外徑的尺寸 然後呢 第一步我們先做一個研磨 把這個螺桿的外徑呢 研磨過 讓它的表面的精度 以及尺寸呢 會更好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這個螺桿的外牙加工 那外牙加工呢 一般我們大致上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我們用切削的 就是用車床加工 把這個滾珠的這個溝呢 把它撤出來 再來呢 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方式 是用滾牙的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作是轉造式的 所以我們會聽到說 轉造極的滾珠螺桿 就是這個意思 當然它也會有研磨極的 兩者差異在於說 轉造極沒有研磨 那研磨極的呢 就會在這個製程裡面 多這個研磨的動作 那一般呢 我們如果使用轉造極的方式的製程呢 它會有幾個優點 像是說 我們用轉造的話 就是用材料做擠壓的動作 所以當我們做擠壓的時候 把這個溝呢擠出來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浪費材料 再來呢 我們的成本呢 當然相對會比較低 而且呢 我們這個做法呢 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它很適合用在大量生產 那這部分是它的優點 當然呢 如果你用切削的話呢 速度就沒有那麼快 一般呢 我們用轉造式的這種製程呢 會比較多的 當然製作完之後呢 如果要求進度要更好的呢 我們後面會再做一個 研磨的製程 那這邊我們先來熟悉一下 裸桿這部分的一個加工囉 再來呢 我們把裸桿的外芽加工完之後呢 因為我們這個滾珠裸桿 它是屬於我們要長時間去做使用的 所以呢 它一定要有 它一定的一個強度在 所以呢 我們就會再做一個 熱處理的動作 熱處理呢 主要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提高 我們材料它的一個強度 而且它使用壽命要更好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熱處理的動作 那以這個滾珠裸桿的熱處理呢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呢 是中作波 高作波 或者是呢 感應熱處理的方式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一個 類似一個框的方式 然後呢 它可能是 高作波 或是有一個感應的熱源 然後呢 我們的裸桿呢 就會透過機器把它運送進去 運送進去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的裸桿的部分呢 就會慢慢的翻紅 它就已經在做這個熱處理的動作 那當這個製程做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熱處理的製程 當然 細部還有一些其他的 那這邊就沒有探討太多 那所以 熱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提高了 我們材料的硬度 以及它其他的機械的性質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熱處理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提高 這個材料的強度 以及它使用的壽命喔 再來呢 我們要做滾珠螺桿 它的配合件就是 它的螺帽 螺帽的加工 那一般螺帽的加工呢 我們就是一樣去裁切素材 然後呢 比較多常見的呢 是用CNC來做加工 像是CNC車床 或是複合式的 因為部分呢 我們需要做 洗平面以及鑽孔的動作 那這裡呢 我們內孔的部分呢 就要配合我們剛剛所做的外芽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 這類的時候呢 可能是多軸式的 有可能是五軸的加工機 我們要來做這類的一個加工 有一些地方是比較複雜的 像有時候呢 它是有配合外循環或內循環的 或是端蓋式等等的 會做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處理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會看到 多半是用CNC 而且是多軸式的 會比較多的 那這邊呢 它就是 加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因為是用CNC去做的 那這裡讓大家瞭解一下 那這裡讓大家瞭解一下 這部分呢 製程呢 主要是用車席 複合來做出來的囉 好的 那我們做完羅茂的CNC加工完之後呢 難道就這樣可以去做配合了嗎 那這邊呢 我們還掃一個步驟 叫做研磨 所以我們在研磨之前呢 我們羅茂的加工呢 必須要預留尺寸 你不能做到剛好 因為你做到剛好之後 我們等一下如果再研磨呢 你的尺寸可能就會太小了 所以這部分一般呢 加工都會預留 那這裡呢 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就會注意到說 那我們等一下的製程 有沒有要做研磨呢 如果有的話呢 加工就會預留給研磨做使用 那這裡呢 我們羅茂會做外境跟內牙的研磨 那為什麼要做這部分呢 我們先來講內牙 內牙研磨的用意在於說 一般呢 我們滾珠螺桿呢 要跟鋼珠做配合 所以鋼珠呢 一般我們也都是用研磨過的 所以它表面呢 光滑度啊 尺寸都是非常精密的 所以我們在相對的配合鍵也要做研磨 這樣子我們在傳動的時候 傳動效率比較好 而且呢 精度啊 或是順暢度都會更好 那再來呢 為什麼我們的羅茂的外境 這部分要做研磨呢 因為一般呢 我們可能要跟其他的配合鍵 做配合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滾珠螺桿呢 它是屬於精密的元件 所以呢 它一定要是準的 像是它的同心度啊 或者是圓柱度 平面度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一定會做個研磨 讓它這邊的精準度會更好 這樣子呢 我們相對的 主要零組件好的時候呢 我們其他的配合鍵組起來呢 才不會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呢 一般在研磨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 我們的滾珠螺桿的螺帽呢 這裡都會做一個陶腳的設計 這個用意在於說 我們在做 研磨的時候呢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做陶腳 這裡會沒有辦法研磨 因為這兩個面呢 在研磨的時候會一起做 一起把它做起來 所以我們做這個陶腳 就是讓它研磨的時候 這邊可以 可以做加工的 所以一般呢 我們會看到的設計是這樣 如果你這裡沒有陶腳 我們在組裝的時候會發現 這個地方 可能會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阿腳 所以你煮起來的時候 這兩個面呢 沒辦法貼合的時候呢 那你煮起來 可能就會有 偏心的一個狀態 台語叫做 如果我們 你的順暢度就會不好 如果你的精密度要非常高的時候 你可能 因為這個順暢呢 你的傳動呢 可能會不順 甚至會轉不動 那這部分的設計在於這裡 好的 那我們剛剛的螺帽呢 都做了研磨了 那我們想必呢 螺桿 也必須要去做研磨的 這樣子呢 我們在配合上呢 精密度才會好 所以這部分呢 因為它是精密的元件 所以呢 我們只要是精密元件 通常我們都離不開研磨這個製程 所以我們螺桿 透過研磨之後呢 包括它的這個溝槽的研磨 外徑研磨等等的 我們整個做完研磨之後呢 我們還少了一個步驟 因為我們剛有做熱處理 所以熱處理完之後 我們或多或少 材料都會變形 所以我們 研磨完之後呢 我們還會做一個 枕子的一個動作 當然有時候 可能會先做枕子來做研磨 那這部分呢 就要看製程 一般呢 我們是枕子完 來做研磨呢 會比較多的 但這不一定 有時候可能 製程會相反 也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個枕子的動作呢 的用意在於說 因為我們的材料呢 它可能產生變形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去測試呢 一般呢 我們就是 兩邊呢 把它頂住之後 或是你有一個 底下的一個支撐的地方呢 可以讓這個元素做滾動 那在滾動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出量表 那關於量表呢 未來如果有機會呢 會來介紹 量表這一部分呢 這個量據呢 是怎麼樣的一個 元件喔 那今天呢 就是先以這個枕子的製程 來做說明 所以我們就會看量表的數值 那這個量表呢 我們就要看我們的 精密度是做到哪裡 那一般呢 我們可能是做到一條 要一條以內之類的 像這類的一個製程 所以我們就會看量表 哪一個地方呢 太大了 然後要怎麼去做 用 我們大部分是用油壓是比較多的 再把它整直整回來 所以我們在 整直這個動作呢 是非常仰賴經驗的 如果呢 是沒有經驗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 要從哪邊去把它整回來 你甚至有可能沒有經驗 會越弄越糟 也有可能的 所以整直這部分呢 也是要相當的技術在裡面的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做了整直研磨之後呢 我們的滾柱螺桿呢 它的圓柱度阿 銅氣度等等 就會更好囉 那這邊讓各位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滾柱的螺桿呢 一般呢 都會在做加工 因為我們可能看到 我們畫面上這樣子 我們這個部分呢 是屬於滾柱螺桿的主體 那這個部分呢 通常我們如果拿到 這樣的主體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 安裝在我們的機構上面的 因為我們的螺桿呢 一般還會跟軸層做配合 或是你有一些設計 那一般是軸層設計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們在前端跟末端呢 一般都會在做一個車秀的動作 好讓我們的軸層呢 可以跟它做配合 或是做車牙 要跟它做鎖附的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記得 我們的螺桿有做過熱處理 所以它的材料呢 是非常硬的 所以我們的車刀啊 可能是車不下去的 是沒有辦法加工的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處理 好一樣是熱處理 但是我們要做退火 好讓我們的材料呢 先軟化 軟化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加工 所以這部分呢 就是我們可以做頭尾端的 部分的軟化 做退火 退火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車秀的動作 那當然這部分呢 要依照我們剛剛 主體的部分 我們有做過研磨枕子 我們就要以這邊呢 為基礎 去做夾持 然後再車秀 這樣子呢 同心度才會更好 當然車完之後 你可能還會再做研磨的動作 讓它頭尾端呢 整個製程呢 它的同心度啊 或是圓柱度等等呢 會更好 那這部分呢 主要是這個用意 我們要來做 加工 加工完 我們才可以安裝到 我們的結構上面喔 接下來呢 我們做完之後呢 我們當然要做一些檢測 像是尺寸的檢測啊 硬度的測試啊 我們就要測試一下 我們做出來的螺桿 以及螺帽呢 到底它的機密度 是不是我們要的 還有呢 它的這個形狀呢 是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甚至我們會做一些 投影啊 三次元量測啊 去量測這個 它的形狀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 我們想要的 因為這個部分呢 它有可能一個小細節呢 是攸關到整個 零件它的順暢度 以及它的壽命的 所以這部分的檢測呢 一般我們在 這個螺桿螺帽的製造商呢 都一定會有這樣的設備 去檢驗它 就好比說螺絲廠一樣 會有類似的設備 我們會去檢測說 這個螺芽的外型 螺芽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芽有沒有做好 以及說這個 硬度是不是達到 我們要的一個硬度 我們有時候甚至會 剖開來 來看它的一些 鍍程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部分的檢測呢 是必須要存在的 因為有時候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分析呢 來得知說 我們在製程上哪一個地方呢 需要做調整 那一般呢 我們如果是製造商 廠商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 數據我們就大概知道說 我們什麼這樣的製程呢 需要做調整 這樣呢 我們的零件呢 做出來的品質良率會更好 當然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組裝了 當然組裝上會有一些步驟 你可能是 這個鋼珠呢 是另外再放進來的 那當然有可能有一些 組裝的一個字具 去做調整 所以我們拿到了這個滾柱螺桿呢 千萬千萬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 一般呢 滾柱 滾柱螺桿 以及滾柱的螺帽 這三個呢 是一體式的 我們的 供應商呢 會直接 整組的 拿給我們 我們依照我們想要的一個尺寸 你可能標註給它之後 它是整組給你的 所以你拿到手之後 千萬千萬千萬 不要把螺帽 轉出螺桿 因為 你如果不小心轉出來之後 鋼珠就會脫離 那這樣子呢 它的機密度就跑掉了 我們 我們如果自己再把它裝回去 可能呢 它的機密度都不是 原本設定的這樣子 你可能還要送回廠商去做維修 再重新安裝 所以 切記 如果你有這個滾柱螺桿呢 這個設計的時候 你拿到樣品了 你拿到東西 千萬不要把你的螺帽 轉出你的螺桿 切記這一點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滾柱螺桿的製造加工 那一般呢 我們可能有聽過滾柱螺桿 然後呢 你的印象中呢 一般都是 滾柱螺桿呢 就是一個非常貴的機械零件 那這裡呢 我們剛前面的介紹了幾個製程 那透過這幾個製程呢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所以呢 它跟我們一般用的T型的 螺桿螺帽呢 它的差異在於哪裡呢 很多地方呢 是有增加很多製程 像是研磨啊 或是一些 多軸的一個纖細的加工 以及說鋼珠的配合 還有很多的檢測 所以我們透過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得知說 它跟呢 一般的T型螺桿呢 它的差異呢 就出來了 第一個 它當然是 軸向背系會非常小 那傳動的效率當然也會更好 以及說呢 它呢 是屬於精密的配合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做精密的定位 所以這部分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 滾柱螺桿呢 它的價格就會那麼高 主要的用力再來說 第一個呢 我們要達到的精密度 當然要更好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用更多的製程 來去達到它的功效 所以一般呢 我們用滾柱螺桿 一般如果你用到滾柱螺桿呢 就是用在精密的配合 那配合上呢 你可能會搭配 伺服馬達啦 或是 布徑馬達等等的 然後透過一些 比較精密的傳遞 像是 皮帶傳遞啊 或是齒輪箱傳遞等等的 都有可能 然後運用在你的 結構上面 然後哪裡達到呢 更高精密度的定位 以及傳動 那這部分讓大家了解一下 滾柱螺桿這個零件 到底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